我認同吳老師說的 就是我們看的是一個表象 那真正的問題核心是他們 每一個都心有千千結 那必須要一個一個去打開 那在我觀音店很多案例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要來斬桃花 那一種我就不會去斬 那一種就是說 太介入孩子的生活 那不對 我都會給他們一個建議 就是說你要養孩子的肉體 有的很注重 我看過一個媽媽 他在教女兒去點的東西是 他覺得對女兒很營養 可是女兒不喜歡那個味道 害怕那個味道 他就說媽媽我不想吃這個 那個味道我很怕 他說吞下去 很長耶 你給我吞下去 就這樣 然後那個孩子就含著 因為他害怕那個味道 眼淚一直掉 一直掉 掉了好久 他說你不吞下去 你給我試試看 結果那個女孩子反而就吐出來 我很捨不得那個孩子 所以我覺得說你要養孩子養肉體 其實更重要的是養他的靈魂 你要給他一個尊重 給他一個自由的靈魂 再來就是說 我建議父母給孩子的 要給他們需要的 不是要給你想要給他的 你要先去尊重孩子 你需要我什麼協助 而不是介入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許多父母很習慣介入 子女的人生軌道 從小時候要穿什麼衣服 要去哪裡 要交什麼朋友 包括要念什麼學校 很多父母來我這邊問 我兒子要往什麼地方發展 然後要念什麼 那我說你有沒有跟他溝通 我都會希望你們一起來 我聽聽你的建議 跟聽聽孩子建議 要不然很多孩子 連去上課都很痛苦 再來就是說 不要以為一切都是因為愛 你的愛有時候過度了 反而是一種害 就很多事情以愛之名 對 還有一個教養不同調 有沒有 剛剛吳老師講的 就是我這邊有一個案例 就是媽媽一直很溺愛一個小孩 那爸爸就是扮演一個嚴父的角色 可是從小時候呢 比如說爸爸規定孩子明天要上課 然後就九點之前就要功課做好 洗完澡 十點最慢要上床睡覺 不可以玩手機 你覺得這個規定對不對 就不要再玩手機嘛 可是呢 媽媽就前面說要聽爸爸的話 可是他會偷偷拿手機去房間給孩子玩 對 然後隔天呢 爸爸以為說為什麼十點就睡覺 我的小孩怎麼早上都起不了床 上課會遲到 後來就發現他的老婆 就偷偷給手機 然後一直 這個孩子就是說 一直寵愛到國中 二年級還沒成年 媽媽竟然就拿了一萬塊 因為這個孩子吵著說 他想要去騎摩托車 那媽媽就偷偷塞這個錢 給孩子去買摩托車 這個摩托車是人家二手車 也沒有車牌 不知道是不是 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呢 這個孩子就好奇嘛 去玩摩托車去騎 被警察攔檢到 攔檢到之後就抓到警察局 爸爸才知道說 我的兒子怎麼會有一萬塊 結果是媽媽給的 那媽媽都隱瞞 陶陶啊 對 然後後來這個孩子 就討厭爸爸 因為媽媽都常很灌輸 他說你看我又被你爸爸罵了 都是因為你 都是因為你 爸爸罵我 所以這個孩子 對爸爸很敵對 非常敵對 那表面媽媽到處去訴苦 表面看起來是爸爸的錯 其實爸爸最委屈 他想要好好的教育小孩 後來他就不愛念書 都離家出走 那後來就在外面結交一些朋友 可是這些朋友都不是正常 在上班職業的 就好像有一些犯罪行為 那這個孩子還沒未滿十八歲 就不能買車 結果對方說要買車給這個小孩 那對方這一些他的朋友 爸爸都不知道 就媽媽在接觸 媽媽都把他形容說 這一些都是在照顧他兒子 結果說要買車給他 媽媽要拿身分證 爸爸說絕對不能給 因為這一定有問題 可是媽媽就寵兒子說 沒關係 媽媽的給你 然後是爸爸的不給你 所以就他們父子的關係 就更加糟糕 後來真的還好沒有去 用他們名字買車 後來這個孩子被發現是 他是坐在副駕駛座 另外一個開車的 他們車上有毒品 那後來因為他未滿十八歲 就到感化院 就是接受這一些感化 就被關進去 那也因為這件事情 爸爸徹底崩潰 就是覺得他沒有辦法 跟他老婆繼續生活下去 可是在老婆都是到處哭訴 都是因為別人介入他的家庭 所以他老公都被他忘掉 都他老公不愛他了 他這麼愛這個家 那請教崔本老師 你對這個 這個叫什麼 孫安佐他們 有沒有什麼建議 我的建議 我覺得剛剛兩位老師 都講得非常的好 那我先建議的是說 孫安佐先做心理急救 急救 因為他現在他說 他有創傷 他有PTSD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 我覺得如果你覺得 你自己有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 先來做這個部分的療癒 那我覺得他如果他來 他需要一個 對不起 他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是什麼導致的 我覺得有多重的因素 我覺得他在美國 也許也有 他去了很多地方 發生很多事 也許有 美國有被關嗎 有啊 有 兩百多天 快一年 那我想他需要一個團隊 他需要諮商心理師 他需要一個健科醫師 因為他還是有使用大麻 他這個部分還是要先做階段 然後他也需要一個臨床心理師 就是瞭解他的人格特質 跟他的認知狀況 然後好好的把他人生的 其實你還非常年輕 還大有可為 人生有各種可能性 所以把他這個階段的 所有成長歷程當中的創傷療癒了 那如果剛剛我們說 他停留在某一些就是階段 譬如說性累期的人格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調整 然後再來他的感情諮商 因為我其實還是會覺得 他不是只有對媽媽 也包括對他自己後來的親密愛情 也許他也有創傷 因為他如果分手了 歷經分離的這個部分 可能也會有一些創傷形成 所以我覺得他先好好 把自己整理好之後 接下來我覺得我們才有可能 進入到家族諮商 或者是說他的家庭 因為他先要回復到一個 比較穩定的狀態 這時候再來建立一個溝通的平臺 所以我其實會覺得他還是 然後再找出他人生做什麼 對他是最有意義的 才找到人生的定調 你的人生還是有無緣大的發展 對 志偉他是不是有說 我們家那麼有錢我幹嘛拚 對 他有說他不缺錢 他直播的時候有講 說我們家那麼有錢 他說他不缺錢 然後他要拿錢也不是困難的事情 對 那所以你可以解讀 就是他們家有錢 也就是說他們 他從小就看清楚 他有什麼 對不對 他完全懂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媽媽怎麼辦 爸爸怎麼辦 很快 很快講完 那個剛剛講跳樓的女兒對不對 媽媽很傷心 怎麼會天天住在一起 怎麼會不懂自己的孩子 所以後來他工作辭掉 去做社公司 從頭念書 然後考上社公司 他現在在做的就是 到人家的家庭去關心他們 為什麼問題重重等等 這個就是在救助 救贖他內心的 可是那真的是跟父母有關嗎 對 他跳樓真的跟父母有關 也就是父母之間有一些爭執 讓他過不去 他有留遺書這樣寫 對 就是講一些他心裡的痛 但是當初媽媽沒有注意到 沒有聽進去 沒有注意到 沒有關心到 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失敗掉了 所以媽媽要補救 我覺得爸爸媽媽可以先好好的溝通 就是像迪英跟孫鵬 他們兩位可以先好好的 他們需要協助 對 他們需要被協助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轉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